买了小姨家66的随心配 我备注的都给我配到了 嗯 很好的一句话 这俩一白一黄 一个是进口乳酪 一个是进口牛奶 盲才白的不含木工椒 黄的含木工椒 手感很实在 值这个价格 嫩滑嫩滑的白椒质地吧 再好玩的白椒泥 对我来说 就像餐桌上的主食一样 很亲切 但是 不会让我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搓中比较小的罐子呢 总是有两根手指头 是被拒之门外的 我们换个角度 换个方式 我称这幅画面为 秃土孔雀喝奶 我们家这个茶几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变得沧桑起来 它现在上面布满了划痕 各种盒子罐子 还有填充物 泥在上面 长时间摩擦导致的划痕 这个味道是 非常甜腻的牛奶香精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一闻到这种味道 就感觉自己好像 上一秒已经摄入了 过量的甜食一样 就感觉 非常的腻 这两个都是这种味道 秃头孔雀吃奶酪 感觉这两罐 有点像 孪生兄妹 但是这一罐明显就 手感刚刚好 不需要再加成型水 可能是因为含木工 我觉得含木工都比较耐化 说实话 我感觉他们两个的手感 就是 插去就插在这个木工上了 一盒一盒玩的话 多少有点枯燥 这时候呢 我 表面上我在戳泥 其实我心里已经开始 我的心里已经动了一个坏心思 我就想把他们两个 下面大家看到的这种起泡手法呢 我称之为脚踏两只船 哦不不不 大过节的 这个玩法叫相亲相爱 何家欢乐 两只孔雀同时喝牛奶 ари 好 一 二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三 二 一 三 开始的很突然 结束的也很突然 这个泥起泡以后 这个奶油纹真的很漂亮 而且手感也是很舒服 我想一想还有什么高级词汇来形容一下 这个手感仿佛就是光着脚踩在天鹅绒的被子上面跳舞 对就是这种手感 然后捏泡的时候闭上眼仿佛在云端漫步 然后再起一下感觉就好像飞到了月球上正在摸嫦娥的兔子 这个手感就像嫦娥身上披的貂皮大衣一样 非常的柔软绵密 最后祝小伙伴们 不管是中秋每一天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拜拜